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来看一个台湾的案例 流产案例 我是在怀孕第十一周的时候 发现不正常的出血 到诊所超音波检查才发现 胎儿早在第七周的时候就没有生命迹象 当时医生叫我快点决定做刮除手术 因为我和先生学了原始点有八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在那个基金会的网站上面有看到 两个来自美国的胎史腹中的案例 我跟我先生信心大增 我先生就决定用原始点的方式来进行自然营产 刚开始我先生每天帮我按下背部尖锥 还有臀部 那我自己喝浓浆汤温敷三小时 就这样过了六天 这当中就只有少量的血流出的血是深层的暗褐色 就没有什么动静 基金会是跟我们讨论之后 发现我的体质非常的寒 应该要喝更浓的姜汤 温敷时间要拉长 要加上运动 还有按推 那我第七天就开始照这个方式做 第十五天 刚开始早上觉得肚子闷脏 可是到了中午十二点 我痛到站不直 然后一直冒冷汗 疼痛一直越来越的越增加 频率越来越增加 我痛到没有办法站起来 那时候我发现 流出了很多很多的鲜血 这其中换了三次的衣服 那疼痛就像症痛一样 一阵一阵来 频率越来越高 这当中我有温敷 温敷可以立即舒缓 一直到三点的时候 有比较好了 我就只好爬起来 打电话给基金会 基金会马上建议我 躺着用拳头去按压 剑锥 果然效果非常的好 疼痛就舒缓了 也没有持续的疼痛的现象 之后呢 开始流出很浓的鲜血 量都非常的多 后来 一直流到第四十五天 流量慢慢变少 第四十五天的时候 我发现生理期来了 那我们都是用猜想的 应该是 我们想应该是 流自然银铲 已经完成了 可是还是不敢去 照超音波 因为怕被医生嘛 那我们就 过了三次的生理期 发现生理期都很顺利 那我们才敢去照超音波 后来医生证实我们 这个过程是非常 流的非常的干净 这才完全放心 我发现 有很重大的改变就是 我的金钱症候群有 严重的眼睛痠色 还有胀气 肚子胀气 还有有时候会偏头痛 那这些状况 居然都没了 那还有我自己的流量也增加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我发现 用原始点的方式 让我的体质改变了 所以我很感谢基金会的志工 在这过程当中 一直在协助我 那更感谢张召汗医师 愿意把这个方式公布给所有的人 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可以用这么好的方式 让自己康复 谢谢 那你们想想看 胎死腹中 你只要体力够 都有可以自然把它排除出来 那如果把它应用在 比如孕妇 它要生产的时候 是不是很好用 是啊 你如果孕妇很痛的时候 在生产过程很痛 那我们说痛是多数怎么样 他处 你只要按 比如说腰椎 肩椎 臀部这些点 把痛点找出来按一按 那事实上它那个痛就缓解了 减轻很多 然后再来 你懂得温敷还有喝姜汤 它更有体力的时候 整个排出来就会更快 死胎也是这样 活胎也是这样 而且你们也看过鸡的嘛 如果应用的胎 排出来的胎也会比较大 是吗 那因为昨天也有提到 变阴的时候有提 如果面无光泽 面无光泽 当然我的解释有好多种 脸色惨白啦 脸黄啦啦 暗类色 你们有没有想过 有些妇女生产孩子有黄胆 对不对 那个黄胆是不是属于面无光泽 是不是 就是 它这个就是一看就是面无光泽 那面无光泽 我说这个是正的什么 体力虚弱 只要看到这样的颜色 一定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温敷还是喝寒凉的 温敷喔 这个一定是温敷 这一点我就觉得西医 就做得比中医好 我们必须要提的 为什么 它生产完后 如果有黄胆这一些现象 西医是用什么处理的 保温箱 保温箱 然后又照 那就是一个热源的概念啊 了解吧 所以它这一次西医是蒙对的 那因为中医有时候 还会有很多夹杂 因为看黄的 那我们学过中医都知道 有时候会说 又是干火啊 或是怎么样 那用一些比较勤干火的药 那事实上是 这个是要调整 因为黄的 甚至颜色的 我们处理过很多 年纪大的 你黄的也是啊 热源不够啊 只要加强 这些都可以立即改善 所以很多人已经把这些 用在什么 妇产科上 取得效果非常 卓著的疗效出来 好 那急性病 我大概讲到这里 这里都 所以我才说 这些都是比较典型 因为原始点 我说过 它是可以复制的 你就照这样 那就可以通通做出来 那急性病 我认为是原始点 最最擅长的地方 那我也不多说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需要提的 我们来看下一段 如果只知病名 如高山症 糖尿病 高血压 不孕 血癌 而不知如何下手 不论其病是抑制或难治 可从病症部位 找出相对应之原始痛点处理 并用内外热源温知 以达到治病的效果 若无病症 可从一条脊椎 及七处原始痛点处理 并用内外热源温知 以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好 昨天我们也提过了 很多病是西医没办法处理的 他们也承认 但是我说过了 很多病名太多了 你们如果没有学医的 一听到 你们可能就害怕 比如说血癌 哇 血癌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它的基转是什么 人治疗吗 糖尿病 哇 糖尿病西医 又写了很多专业的书 你们也不懂 那有些人就 对医学就会害怕 他以为 这个医学门槛很高 那我们一般人跨不过去 所以只要听到病名就畏惧了 不知道我能不能处理 那原始点 第一段我就讲 需不需要在乎病名 不需要 昨天做了很多 那我想今天我们放多 因为时间比这几天比较长 我们可以多放一些案例 我们先从一些比较说 常见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眼睛的问题 我们来放三个眼睛的问题 第一个是眼睛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 我的眼睛就从没有看见到 全部睁开 可以看到东西 我现在的视力 一边是1.2 一边是0.7 包子拿起来 我是可以看 连小字的我都可以看 然后我的半边 本来都是整个都麻掉的 也有24小时抽动 到12小时抽动 到慢慢慢慢慢慢 一直剪完 到全部不痛 连我吃了20几年的高血压的药 也可以停掉 都没有再吃 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 我也没有吃 一些慢性病都好了 我现在什么药都没有吃 只有喝姜 但是我就有一斤的姜汁 到两斤半的姜汁 我的眼睛全部睁开以后 才把它降为一斤 现在每天我还是一斤的姜汁在喝 当然在这当中 这边要讲的 一心情要好 二要运动 三要喝姜汁 四要退肉 五要温敷 每个环节 你必须要做到 这样恢复的就比较快 我还有我的家人 都切记得这五个受责 看下一个案例 视网膜玻璃案例 视网膜玻璃案例 我在2013年底 做眼科定期检查的时候 医生发现我的右眼底 血管堵塞 叫我马上接受治疗 不然就会影响我的视觉 2014年开始 每个月在眼底注射 抵抗血管堵塞的影子剂 打了六个月 还是没有效果 在第七个月的时候 医生就改用 含有类固醇的玻璃体 打进眼底 来疏通血管 过了三个月 我的眼睛 视网膜 因为药物的副作用 产生了视网膜脱离 10月34日 在诊所做了 紧急修复手术 手术 手术不成功 12月12日 进医院做第二次手术 这是用扣玻璃体 切割手术 来修补我的视网膜 但是这种手术 却造成了另外一个副作用 我的右眼出现了白内障 在这段时间 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眼睛一直红肿 不敢正面看人 2015年6月1日 我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 可是视觉还是没有恢复 眼压还是超高 指数还是在24 2015年7月份 我很幸运地接触到了 旧金山原始点 开始做有规律性的治疗 在学习原始点理论的过程中 我理解了身体热能 内外补充的重要性 我也知道了 过去喝精力汤 给身体带来的体寒 现在透过了推案 喝姜水 还有温敷的调理 我的情绪也开始改善 我也按照了原始点光碟 还有张医师的讲座 用姜水在眼睛周围敷膜 2015年9月14号 我在复诊的时候 医生很高兴地告诉我 可以停止滴眼药水来降低眼压 因为我的眼压恢复正常 指数14 根据医生的解释 一旦开始用眼药水来降低眼压 就变成一种长期性的使用 但是我现在却可以停止用眼药水 虽然我做了三次手术 现在还有体伤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 原始点受益者 我非常感谢张医师的原始点 还有一群在旧金山 为我们服务的 非常有爱心的义务志工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处理后 昨天也放一个眼疾的小女孩 有没有 红肿 那很多丝 那这个它用淡姜汤清洗 你看它这个也是可以应用到 所以我说那个影片 其实淡姜汤又方便 可以取代眼药水的 那我们下一个再来放青光眼的案例 青光眼案例 目前我 比较 严重的症状就是青光眼 那青光眼已经困扰我 十一二年了 那就是 开刀 雷射 那该做的手术都 也做过无数次 西医是说那个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造成了 所以他们就 我的眼睛眼压没办法降低 就是眼压水排不出来 所以他们在我的 我的两眼 都放了那个 管子 要让他们 让那个眼压水排出来 改善的情况就是一阵子而已 不能完全改善 然后就是 还是没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平常还是要靠着那个 点眼药水 像以前的话 一天要点四种眼药水 那现在的话 一天要点三种眼药水 于2016年4月25日 首次到服务站 志工按推其头部 下背 尖椎及臀部原始点 均有痛点 所以教导其太太每天回家按推 志工们建议我服用姜汤 爬楼梯运动 改变饮食习惯 来调整自己的身体 增强体力 增强体力 从这段期间以来 我停止了眼药水的点用 可是我的眼视力状况 甚至比在点眼药水的时候还要好 那体力状况也增加很多 白天都不需要睡觉了 我相信 持续原始点的方法 可以改变眼睛的疾病 谢谢 前后比对 清光眼处理前 清光眼处理后 这个算是比较难处理的 但是一般处理效果还是会出现 那比较简单的像眼皮下坠 这个就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A20 眼皮下坠案例 皮特·李先生 于2014年11月25号正在开车时 突然感到左眼眼皮掉下 无法看到景象 去医院检查不出原因 医生开了舒缓神经的药服用 期间也送了几次针灸 但都没有效果 2014年12月20号 经朋友介绍 来到旧金山原始点推广站 经过询问了解李先生 平日手脚感觉冷 早上起床 口腔会感到口苦口渴 有胃食道逆流现象 推广站职工 建议李先生 这是明显热能不足的现象 所以需要先温敷后 才能施坐按推 经过40分钟温敷后再按推 眼皮下坠现象已明显改善 施坐前 施坐后 这个就很简单 所以就不用几天 大概40分 他们是温敷30分钟 那按推也很快就恢复 好 那我们眼睛的大概各种案例 都放一下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些皮肤病 我们先来放第一位是异味性皮肤炎 异味性皮肤炎案例 2010年夏天我皮肤过敏 部位有左眉毛 右肩腰部一圈 因为公司要求就医证明去看了皮肤科 医生说是异味性皮肤炎 霧晒太阳即抠抓 换了快10种擦拭的西药 但我都只会擦一两次 大概两个月腰部好了 但额头两耳还持续痒 医生说过敏体质的关系 除非搬去热带气候的地方 但我想想也作罢 因从小就是过敏 打喷嚏 各处疹子发痒 司空见怪也不理会了 第一天6月10号 背部正在肆虐的发痒 将汤一斤熬成一碗 饮食温热性食物 因按推头部原始点太痛 之后就停止按推 至8月1号才又开始执行 心情受害自怜 暴躁封闭外界关心 拒绝看西医 抽体一堆西药也不去擦 心得当时没有病史感 热源严重不足 所以发痒不止 第八天6月18号 痒到前胸敷温姜泥一天两次 比蚊子药还痒 好像身旁一公尺有人经过 都会引起发痒 反正很敏感的会大叫别碰着我 因皮肤太过刺激 之后改成敷姜粉加冷开水 心情紧张暴躁 发炎不分日夜 又痛又痒 心情起伏很大 第二十六天7月6号 身旁人发现臭味 自己却没发觉 两手被内侧正发痒 抹姜粉前 抹姜粉后 第四十一天7月21号 觉得病况没好转 又差点被父母两度拉去打针 最近晚上睡不着 总是想起志工的话 反省为何睡不着 索性起来翻小厕子 发现要改变姜粉 加温姜茶 不适合使用冷开水 第四十五天7月25号 开始落实二十四小时温敷和运动 一运动 爬山爬楼梯 树下晒太阳 二温敷 用红豆袋敷四十分钟没中断 直到微微发汗 稍微觉得冷就会注意 每一分热能流失前都要保留 三碰巧台风来气温凉爽 好睡三天 发现周围环境温度二十七至三十一度 就不痒不会打喷嚏很舒适 从此留意环境温度 终于出现停损点 心得 温姜汁加姜粉 使复原速度更加快速 结甲很高性 痛痒也减低 每天运动流汗 只好又充早让结甲碰睡 不用两天就会结甲 但新皮肤始终长不出来 7月21号 7月26号 农包结甲好了 8月1号 第52天 一 由于睡眠质量好 心态从负面转变正面 也知道平常浓姜汤补充不够 只有来基金会才喝 但是却有莫名其妙的信心 二 夏天三十六至三十七度 7月初开始晒太阳 只觉得皮肤很痛 环境很热 但是温度进不到体内 整个月都胃寒 现在觉得环境暖和 体温像春天一样 就呆在树下 穿着防晒衣补充热能 持续运动不眠 三 以前浮姜粉会热到爆炸想摔东西 现在会深呼吸静下来静静的等 四 结果伤口复原 愈合真快 一点也不想去抓 肤色越来越正常 从黄色变白皙 也没细纹 月经正常六天 7月26号 8月1号 8月6号 7月2号 7月16号 8月31号 2014年11月26号 皮肤过敏挤进痊愈 前后169天 2014年11月26号 皮肤过敏挤进痊愈 前后169天 最近拍记录片 它也有出来 你们有看到吧 它现在更漂亮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 皮肤病的案例 皮肤病案例 30年前 大概在民国73年的时候 我的皮肤因着虫咬伤 然后有一个钉咬的伤疤 但是很奇怪 它就是一直不会好 所以那时候很自然 就会想说去看皮肤科 希望我的皮肤能够得到控制 那事实上它的确是控制 但是它就是反复发作 的确就是好不了 到了民国97年 20几年之后呢 我先生他的工作 有暂时性的需要他 所以我们到大陆去 认识了当地比较著名的中医 他就接受我们去北京 著名的中医师看看 那他就给我们开了一提 就是要煮的中药 那跟我说 从此以后不能再碰西药 因为西药它副作用 会让我的病更严重 那结果我完全停下西药之后呢 他没有没有受到压制 所以他整个病都发作 全身都流汤 就是都 就只能听医生的 然后敷全身性的敷药 早上敷上半步 然后下午敷下半步 然后晚上再敷 哪个没敷到的部分 就这样子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医生一直强调要忌口 很很顺从的听医生的指示之后 他的确有有好转 他就被控制在两只小腿 那两只小腿就是还在流汤 可是其他部分就好了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出门了 就是还是得要穿裤子 还是就是这几十年来 中间都没有办法穿裙子 因为就是两只脚都一直在流汤 连穿袜子都没有办法 冬天也是得要穿拖鞋 七月的时候 经由母亲的介绍 来就认识原始点 那因为就是说 也搞不清楚状况 那所以就刚开始有很多错误的尝试 到了九月 我才真正的每天三次 然后每次一小时 用姜汁温敷我的脚 然后姜 一天一斤 早晚各一晚 来做内热源的供应 然后温敷的话 这个暖暖包 可以包在这个丝巾里面 然后我的原始点是在臀部 所以呢我就是 上面放三四包暖暖包 然后用长的丝巾 包裹我的臀部把它绑起来 达到二十四小时都能够温敷 还有它的运动就是每天爬楼梯 因为我的原始点是在臀部 所以我尽量让我的脚能够多运动 运动到出汗 然后休息一下 有机会就再走楼梯 休息的话就是有空就休息 有空就睡觉 在复原的过程中 时间是需要付出的 在生病之前 就是痊愈之前 我穿破五件裤子 因为我的裤子一定要很柔软 现在呢 就是可以穿漂亮的裤子 可以穿裙子 可以穿袜子 可以穿丝袜 就是整个人都比较光鲜 而且可以打扮 而且有心情也愉快 其实它的治疗过程中 中医虽然花了一年 它还是有改善 但是那个脚就是一直没办法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 是我们的志工分享的 皮肤病案例 脖子皮肤痒像鳄鱼皮 右脚酸痛 严重静脉曲张 过去十几年来看中西医 吃了药抹了药膏 都没有办法改善皮肤痒 和脚酸痛 最严重时 皮肤痒到睡觉爬起来抓 另外脚会酸痛到不能久站 还有伤口不容易好 要去穿静脉曲张袜 2012年10月12号 开始学习原始点 知道静脉曲张 不会造成脚酸痛 就不穿静脉曲张袜 还有自己因为在快餐夜工作 每天吃了两份餐饮 都是寒凉物 如炸鸡 汉堡 色拉 饮料喝的是柳橙汁 冰拿铁等等 加上日夜颠倒 没有运动 而失去了健康 现在每天两斤姜熬两次 煮成四碗 口渴就喝 三餐吃的饭菜 必加姜或辣椒 白天温服头部和臀部 原始点约六小时 晚上睡觉用电热毯温敷 运动几乎每天固定爬 捷运站楼梯 四层楼 15至18趟 一步都是跨三四台阶 一步四节 为了拉臀部的筋 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 脚酸痛减少了 脖子皮肤也快好了 2013年10月3日 2015年1月19日 前后473天 2014年4月19日 参加46楼登高大赛 成绩为9分33秒 2015年5月3日 参加101国际登高赛 成绩为21分16秒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下一个案例 带状炮疹 这个带状炮疹吸衣好不好治 我跟各位讲太难治 有时候痛了很久 那对原始点 这个真的是小case 我们来看这个 带状炮疹案例 阿明25岁 驻美国沙迦缅度 2014年12月2日 前胸开始出现红斑和水炮 一群一群长在一起 看来像一串猪 又像一条蛇 肿痛传到后背 经医生诊断为生蛇 带状炮疹 告知必须要吃药打针 并要家人打预防针 避免感染 母亲便让她服用白花蛇蛇草 来清热解毒 结果红疹部位更痒更痛 像火烧一样 经人介绍到当地推广点 用原始点方法 先温敷一小时 再按推头部及背部 再继续温敷一小时 喝姜水约200cc 主妇回家 暂不喝饮料开水 必吃寒凉食物 要求做到24小时温敷 仅仅两天就明显改善 胸脊背部带状炮疹明显消退 不再肿痛 12月2日上午 因为很痛 立刻温敷按推 忘了拍摄 第一次失作完后才拍摄 12月3日按推前 12月3日按推后已明显改善 不再肿胀疼痛 回家持续温敷并喝姜水 第二天已有改善 12月4日第三次按推完 已完全没有肿痛的感觉 12月5日第四次按推后 第一天第四天 第一天第四天 开心的感谢分享 那我们现在来看两个案例 也就是肾病症后期 那个孩子就是因为这个情况而修学 肾脏病案例 2011年1月因尿蛋白水肿就医 服用肋骨唇已超过三年 但症状并未改善 曾做过肾脏切片 左肾有部分硬化 目前全身水肿且不良余形 腰痛到翻身都很困难 骨质疏松造成无法跑跳 2014年1月16号 第一次来基金会咨询 她有好一阵子是几乎没有办法去上学 一个学期大概上个十天吧 五天十天都没有上 她现在就增长上下去这样 然后之前没有办法爬楼梯 她现在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因为家里就是一定要爬楼梯 之前都是爸爸抱 没有办法 她现在是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然后她也可以骑脚踏车了 之前是也没有办法骑脚踏车了 就一些孩子可以做的运动 她生病之前可以做到她后来都没有办法做 她现在又恢复了 她也可以去讲她 甚至她也跟同学入录影 都是OK的 体力恢复回学校复学 前后历经十个月 后续追踪 病患透过正确使用原始点 使体力与症状得到良好改善 目前已经能够正常生活 与常人无异 2015年10月18日过12岁生日 2015年10月28日进行射箭活动 2015年10月28日蹦跳玩耍 2015年11月06日参观动物园 这样的病例我不相信西医人治好的 这个也是叶症 然后治到整个水肿 因为基数痴太多了 那我们下一个案例也是被西医宣判 差不多要洗肾的一个案例 免除洗肾案例 李先生60岁 住美国旧金山 2013年11月 突然觉得身体非常疲劳 小便浑浊 无法工作 只好辞掉工作 在家休养 医院检查报告出来 肾指数 严重偏低 医生说 若再低一点 要立刻安排洗肾 李先生听了 如晴天霹雳 想到要洗肾 心情低落 非常紧张 经朋友介绍 2013年12月到旧金山推广点 志工讲解原始点的观念 每天安排两次按推全身 更加强下背部 交代 每天用50克干生姜片熬姜水喝 24小时用红豆袋温敷全身 刚开始两星期 全身按推哪里都痛 但按完后精神好也睡得香 约一个月后疼痛减轻 体力比以前进步 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疲劳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苍白不愿拍照 这张是按推一个月后拍摄 李先生很有信心 再加上推广点志工的鼓励 坚持每天按推持续了三个月 医院检查咽血 肾指数已回升 体力愈来愈好 开始参加推广点的爬山队 五个月后 李先生发现自己声音红亮中气十足 除了爬山践行 每个星期还可以打几次羽毛球乒乓球 医生说已经正常 不要洗肾了 李先生真是非常开心 不过推广点志工 建议他不可掉以轻心 不宜过度劳累 2014年8月15日 约9个月后 附检验血 附上检验报告 肾指数已完全稳定保持在15 认真学习手法 希望能在推广点做志工 帮助大家 分享自己的恢复过程 希望大家对任何疾病都不要害怕 对原始点要有信心 只要按照张医师的指示说明 身体都可以变得比以前更健康 李先生现在的体力 比生病之前的身体 好了好多倍 和太太在推广点帮忙装红豆袋 是原始点让李先生免除喜慎的 李先生及家人 真实感谢张医师的发明 更谢谢推广点 所有帮助过的爱心志工们 参加2015年6月 张医师温格华原始点讲座 现场感恩致谢 我最近也处理一个 就是严重的 算是肾脏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出家师傅 他当时也好像脸色苍白 然后腿水肿很严重 那一直喘 讲几句话就喘 那我知道情况蛮严重 那我喘起来我们怎么处理 你们应该也会嘛 这背部按一按 马上就缓解下来了 但是这些问题 比如水排不出去 这个问题最后他还是找西医 那西医就帮他输血啊 抽水 然后也洗肾了 那洗的是 中间洗肾的过程中 那个师傅一直问我 那我洗肾了 是不是一辈子都一定要洗肾了 这个也是很多患者问我 我跟他讲 你刚洗肾 还有机会 但是他说 西医跟我讲 我那两个肾都已经萎缩了 怎么可能呢 他说我这辈子就是一直要洗肾下去了 我说你现在刚洗 我认为你只要努力还有机会 那他说怎么努力 我说看你啦 如果内外热源补充 最重要是运动 你要不要运动 因为师傅平常修行都是比较喜欢静坐 他很少动的 那要叫他动喔 等于改变他以前的生活什么习惯 那一般生活习惯的错误 本来就会造成人的疾病嘛 那你要改变疾病 第一个要改变什么 生活 所以他最后他想一想 如果我不运动 我这一生就要洗肾 那如果我运动还有机会 那医师说哎呀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是洗肾就好 然后也给他利尿剂 他最后好 那他说他愿意拼拼看 他就打电话跟我讲 好那做了 在医院观察的时间 真的尿也越来越多了 那医师说 那看起来你是可以回家了 那我在追踪的时候 出国前在追踪 他已经15天 他说其中有一次回医院 医生检查说 现在可以不用洗肾 而且他现在一直加强运动 他说刚开始改变生活习惯 还是有一点辛苦 但是一想到 这样可以不用洗肾 他还是蛮高兴的 所以刚洗肾 如果你愿意 自己改变生活习惯 然后加强运动 还有内外热源 有些是可以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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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可以逆转的